明镜与点点栏目 368个 这么多怎么挑 今天我们先锁定中台湾 请达人来推荐呢 到底中台湾有哪些特色小镇呢 值得我们好好的停留 邀请到的专家来宾 首先第一位呢 就是我们的资深导游阿璐哥 大家好 再来是我们的旅游达人小峰 嗨 大家好 再来是我们的旅游达人黄欣瑜 辛迪 哈喽 大家好 还有我们的旅游达人艾瑞克 哈喽 大家好 好 今天呢 我们先锁定中台湾 为什么 因为中台湾的交通最方便 而且呢这里的特色小镇呢 也特别多 只是那么多 我们就请达人来推荐 到底有哪四个 值得我们花时间 好好地给他漫游一下 这画架版电视墙就来看到 达人分别呢 推荐了四个啊 第一个来看到 艾瑞克要带我们去的呢 有一个古昌 就是位在苗栗的院里啊 院里跟古昌有什么关系啊 因为呢 院里这个地方呢 有种植稻米 而且它的稻米呢 是整个苗栗县的产量的第一名 占了整个全省之冠 全县之冠 全县之冠 所以呢 它有这个苗栗的古昌之称 那再来呢 它还有另外一个美名 刚刚有讲说它是苗栗古昌嘛 另外还有一个美名 叫做令草原乡 令草 为什么 早期的这个居民啊 他们就是利用野生的令草 只是就是编织一些 就是可能那个草席啊等等的 但后来发展越来越多 在这个编织之间呢 就编出了整个院里的繁华 跟它的经济效益 你知道它后来就发展有 像是令草编织的草帽 这个草帽不得了了 曾经是台湾的三大特产之一 第一是糖 第二是米 第三就是院里的草帽 曾经是台湾三宝 对 因为从这个日治时代呢 他们就开始的大量的生产嘛 那到这个大概25年的时候 民国25年的时候呢 你们知道它的巅峰达到多少吗 多少 我说说这个数字真的会吓死人 要不是有真的是在 这个文物感看到这个文字的记载 一年最多外销可以产到 1600万顶的令草草帽 所以当时全球有1600万人带着 一年喔 所以我觉得这个令草呢 是很就是很能代表院里的一个特色的文物产品 然后呢你来到这个文物馆里面呢 它有各式各样的展示 其实我们想象得到令草就是做草帽 做草帽 但是来到这边你就会 哇大开眼界 它可以做令草的领带 领带也可以用令草做 令草的包包 最浮夸的是还有一整套的令草的礼服 礼服啊 如果下次我再结婚一次我就来订了 可以可以 然后你总之会觉得 哇原来令草的这个不只它的这个功能 还有它的这个造型可以这么这么多变 对 然后里面还有那种展示全世界最大的一个大草帽 所以里面其实蛮好玩的 然后其实它是免费参观 免费 对可是如果你想要导览的话也只要30块钱 那如果你想要体验一下编织令草的乐趣的话 它也有这种DIY的课程也只要100块 100块含导览跟清洁费 然后你就可以带走自己独一无二的令草的这个小纪念品 所以我觉得来到院里绝对不能出过的就是这个令草文物馆 我觉得院里这个地方其实我们开高速光路常经过 但不太晓得原来院里它跟古有关系之外 原来在令草的部分也带来那么大的经济效应 没错 所以艾瑞克带我们到这个古仓 就是苗栗的古仓 然后又是令草的原乡 很有那种农村的风情的感觉 那我们今天就在院里安排一个农村体验路线 农村风光 对 这边什么景点可以采的吗 有 我跟你说最大的景点就是带大家去下午茶 到那里都市也要下午茶 乡下也要下午茶 我们就来一种就是农村那种漫游的那种感觉 去完了令草特色馆之后呢 带大家来到这个庭园的艺术餐厅 这个地方非常的漂亮 走进去的时候绿油油的一个草地 上面你会看到一栋建筑物是呈现一种闽南风情 就是有一种那种老醋的感觉 传统建筑物 对 你再走进去看你发现那个匾额 是那个艺术家他们特别去刻出来很漂亮 旁边还有两个大大的木板的雕刻 是有点排湾族祖灵的雕刻在上面 有一点原住民的风情 你想说这就来到了餐厅吗 走进去看不是餐厅 是什么呢 居然是一个美术官 你说这个外形是一个美术官 对 他走进去里面放了很多的木雕的作品 有很多的画作 你就可以在里头来一场艺术饗宴 慢慢地欣赏这些艺术品 看完这些艺术品之后呢 真的要带大家去下午茶了 还有得吃 他在旁边就是一间餐厅 那那个餐厅他走的也是有点那种古早味的感觉 就是红砖墙然后红砖地 然后所有的这个珠仪都是木头 而且都是艺术家一工一笔新手 雕刻出来的 所以还多了一点那种手工的温暖的感觉 那来到这边要吃什么呢 因为他其实是靠海边 所以就可以来点一些海鲜料理 它的烤透抽 我跟你讲这么大一只 下午茶就吃烤透抽 对 我跟你讲 而且重点是它的烤透抽 不是那种加很多那种调味料 因为你知道就是靠海边 所以非常的新鲜 稍微的这样烤过 然后加一点点那种调味料上去之后 就很鲜甜的味 原味海味 然后重点还有一个必点是什么呢 它的手做披萨 披萨 而且它的披萨有很多很特别的一个口味 包括了像是剥皮辣椒牛肋条口味 我怎么想吃 剥皮辣椒很好味 很特别 它牛肋条摇起来就是很Q弹很有嚼劲 然后再加上剥皮辣椒那种 有点辣辣的那种嗆的那种口感 然后又加上是那种披萨你知道吗 中西合并加起来呢 非常的有特色 非常的好吃 最后呢 再来一个老梅树的有机梅露 喝下去之后 消暑啊 消暑解腻 整个是非常非常的赞 那你说其实我也没有这么有艺术感 艺术看不懂怎么办 我就只是想要来打卡拍照而已 也有这个选择 带大家来到这个异国的农村 这个地方非常的厉害 你要去欧洲就去欧洲 你要去日本就去日本 就是好像小叮当的任意们一样 想去哪就去哪 环游世界 因为在这里头 它就有很多很漂亮的造景 首先第一个必拍的就是哈比村 哈比人的那个房子 对 那个房子 很多地方都有这个房子 但是我跟你讲 在这边它直接盖了九栋给你拍 对 对 就是九种不同的哈比人造型的那个房子 让你拍个go 你说可是没有 不好意思 我是走樱花魅路线的 樱花魅路线 也有 它这里有这个一整排红色的鸟居 然后走到旁边就有一个神社 我跟你讲 你如果穿着那个浴衣 然后来到这边拍照 你就打卡日本 大家也不会怀疑 所以就是有这种很有艺术气息 然后也有这种很有异国风情的推荐给大家 所以到了苑里不只是有一些庭园风光 还有很多异国的风景 只不过刚刚艾瑞克说 这苑里是苗栗的古昌 古昌就是要吃米饭 刚只吃到了下午茶 那就问一下陆哥了 到了古昌 来点传统的米饭料理可以去哪里吃 这个地方是一个非常迷你的古朴的一个村庄 然后来到这个地方 它有所谓的小江南称的那种所谓的庭园版的之称 一个园林骚咬的庭园 那它的整个园区里面大概有几个 第一个我简单的这样讲 第一个可以进入 就直接买门票进去就好了 也可以买门票 什么都不做 那你就自己放 自己开 因为它所有的小桥流水 所有的布置里面都有特别经过这样的设计 第二个就是刚刚我们主持人讲的 这个重点来了 吃饭 吃饭 刚刚我们艾瑞克就讲了 因为院里是整个苗栗县的稻米之仓 所以这一根米它特别的好吃 来到这个地方 它有一种饭叫做鸽稻饭 鸽稻饭 客家人最会做的是什么 控肉跟风肉对不对 那个咸香到配到所谓的院里的好米吃下来 一碗怎么会扒得够 第二个客家人最喜欢做什么 那个盐水鸡 对 那个鸡很厉害 油油油油 这样还有汤汁非常非常好吃 旁边有极酱又可以沾 又可以极酱加酱油 沾就非常好吃了 另外客家人最勤劳了 冬天的时候晒什么 菜脯 加上家常的菜脯 嘴巴没任何一口一定有蛋又有菜脯 那个咸香的滋味非常好 第三它的重点就是 刚刚讲它是一个圆银窑 对不对 它有你可以请大人 你们家的小朋友一起来做这样的 不管你要用捏桃的方式 或是要拉胚的方式 都有专门的老师在教你怎么捏桃 像这个就是我小弟我 因为我个人非常喜欢喝台湾的乌龙茶 那我就自己做了一个 这个所谓的这样的一个模型杯子 这个就是我们世界独一无二的 我自己的茶杯 怎么那么小巧啊 对啊我个子小口嘴巴刚好 一杯刚好啊 做完之后你觉得你很满意你的作品 你可以放在那里 之后它烧完之后 大概将近要到三个星期到一个月之后 它会把这个成品 当然你要付它的运费跟材料费 那之后它会寄给你 就可以变成你永久的一个纪念 所以这个庭园里面呢 大概你可以分为第一个纯欣赏 导揽 吃午饭 烧窑 也可以一日游 半日游 一个小时游 都可以 而且它的视野非常棒 看到整个院里的那个稻田 哇 那真的是漂亮 那院里应该除了这个割稻饭 还有很多其他的古早味美食 要请小方姐来帮我们加码一下 绝对 而且是深藏不露的古早味 先来讲这个秒杀的炸鸡 炸鸡 这个秒杀炸鸡真的超人气 它是在院里市场里面 那为什么讲秒杀呢 它每天 因为在市场里面 从早上9点到下午1点 只有5个小时 你只要咬手 咬慢的 根本就抢不到 这下真的有名 这下连我没有吃过 我很多朋友都在我们在打卡 对 因为你知道牙咬起来 就是那种皮脆 因为我真的每次吃炸鸡 我皮都不吃的 那皮好脆好脆 然后又吃起来很juicy 所以真的会会刷嘴 一口会接着一口 所以真的是名不虚传的秒杀炸鸡 而且在市场里面的美食 对 在市场里面 那当然另外的古早味也要讲一下 我们说的肉圆 肉圆 60多年这个历史的肉圆 那这个肉圆比较不一样 你看起来它比较没有像 我们知道彰化那个那么大 而且它是用炸的 它是先蒸过再去炸 所以你会感觉 可是你会感觉它的皮比较软嫩 就是没有那么硬硬脆脆的 所以我觉得古早味 深藏不露 这两个推荐给大家 一定要去吃吃看 哎呦 难怪我们一开始 我们就提到了这个小镇里面 最吸引这个碗亭的就是在美食的部分 对 道地美食 光院里这里割到饭不要错过 市场美食不要错过 而且我们提到 我们这次小镇就是要漫游 所以吃完不要急着赶着回家 找个地方再来好好体验小镇风光 那我就要问一下艾瑞克拉 您推荐的院里 那您也要替我们找个地方住一下吧 那当然啦 因为其实院里能够玩的 能够吃的东西真的蛮多的 然后我今天要推荐这间 也是近年来在院里非常有人气的一个 就是星级的度假饭店 你绝对没有想到 在院里这样子的一个小镇里面 竟然隐藏了一个 这种可以媲美日式的度假村 而且它其实基本上也是苗栗 少数大型的度假饭店 一个指标型 它是一个非常特别 而且很豪华的一个日式温泉饭店 首先你来到它的这个大厅 你真的觉得哇塞 它的这个挑高豪华的程度 还有一整区的这个伴手礼的地方 特产区就很像是来到日本乡下的那种 就是五星级饭店 对没错 真的有那种感觉 然后它的这个占地非常的大 那它的套房呢 它的房间有10种 有90个房间 那既然要住 我上次就住了一个最顶级的套房 我真的推荐给大家 如果你有带小孩 或是你真的很想要好好的度个假的话 选择它的套房有21平大 好大 非常的大 台北很多很大 对你知道而且它的格局非常的方正 然后呢 客房跟浴室的比例是1比1 你的房间有多大 你的浴室就有多大 它的房间呢就是非常的宽敞 除了有这个很棒的双人床 然后有这个沙发区小客厅 然后呢 再来就是打开它那个日式拉门 要进浴室的时候 你真的就哇 没有没有 也太大了吧 哇我跟你讲 真的是就是刚刚客房 然后沙发 然后阳台上整1比1的打造一个沐浴的空间 啊 夸张欸 它有双汤匙 对 双洗手台 双淋浴空间 在这个旁边有一个淋浴空间 另外还有干湿分离的独立淋浴间跟厕所 真的好大哦 所以你喜欢这个泡澡 喜欢温泉的朋友呢 你就真的是要来这边 而且它其实90个房间嘛 每一间房间都有自己私人的汤匙 如果这样还不够的话 它对面客房这一区的对面 还有一整区的这个户外的 700坪的一个清水温泉主题区 像个乐园一样啊 对 它一样有这个温泉 有烤箱三温暖 然后你就想说夏天到了 如果想要游泳也有 它有一个真的是可以游泳的泳池 大泳池 然后还有这个玻璃屋的温泉池 然后SPA充的那个按摩柱 通通都有 还有健身房 儿童游戏区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适合亲子 然后想要度假的夫妻的 都很适合的一个度假饭店 所以住一个晚上大概要多少钱 一个晚上 5400多块 给各位做参考 这个是基本的房间 如果要住套房的话就再加上去 好 所以到了院里不只是玩得精彩 住的饭店现在选择也越来越多元 你想要好的这里也可以值得慢慢享受 第一个是艾瑞克所推荐到了院里 第二个中台湾的特色小镇 换成欣宜来推荐好了 刚刚院里已经有点强了 那你心仪现在要推荐的有比院里厉害吗 那当然我要推荐给大家 是全台湾最花心的一个小镇 全台湾最花心的 适合花心南花心领区的吗 到底是哪个小镇休息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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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